行政院有意推动换发数位身份证 却引发外界对治安疑虑 而在2021年决定暂缓执行 由于标案已经发包 投入大笔资金的厂商 因此向政府求偿10亿元 经过公共工程委员会等单位协调后 双方在今年1月达成共识 金额将调降到2.8亿元左右 对此主管机关内政部长林又昌 在立法院受访时表示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刘昌强调这不算是赔偿 而是一种停损的金额 他再次感谢工程会等单位帮忙 让损耗金额可以降到最低 我想在整个的一个过程里面 当然还是有这个采购的相关的一个机器 因为本来都预做了一些准备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原本的一个机器 这个因为需要维护 那另外现在的机器 可能没有办法立即来做使用 所以当然会有一些 其实我觉得不是赔偿啦 其实反而是把原本的一个金额 我们可能必须要这个停损的一个金额 其实把它降到最低 至于未来是否继续推动数位身份证 牛昌则回应表示 针对治安疑虑立专法符合大众的期待与要求 内政部将等法制配套完毕后 再配合行政院政策来进行 一部分是就配合整个行政院整体的一个政策的规划 那目前暂缓 我们也其实也做了相关的一个准备跟配套 那社会上大家比较关心的 其实还是各自的一个问题 那立专法我想这也是社会 大家的一个期待跟要求 那我们会等法制相关的一个作业配套完毕 那内政部这边配合整个政策来进行 行政院长陈建仁也在立法院表示 按照宪法法庭的解释 需要对个人资料的保护 设立一个独立监督的机制 因此目前正在筹备各支保护委员会 等各支保护委员会成立后 再跟相关部会讨论 是否有设立新式身份证的必要性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导 在拖辑后 正在设论